各位宜蘭鄉親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這些國語新聞 新聞一開始來關心禽流感的消息 南台灣陸續傳出了 飢餓廠有禽流感的疫情 而宜蘭縣是提高緊缺加強防疫 全面消毒線內45處的養禽場區 也掌握水晶以及產蛋數量 尤其加強監控 上個月在礁溪石潮地區 檢驗出H7N9的高風險區 禽流感疫情爆發 宜蘭縣也進入備戰狀態 防疫所針對45處水晶場 90處機場全面加強消毒 並監控是否有異常死亡或產蛋的情形 那我們每天都會出動消毒車 對我們線內的一個養禽場 做全面的一個消毒 那假日也不例外 那另外我們就請公所 還有我們防疫所的同仁 對轄內的一個養禽場 全面的一個調查方式 看有沒有產蛋率下降 會有一個異常死亡的一個情形 那目前回報情形 那線內的一個養禽場 生物都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我們請我們的續群業者 要提高他的一個生物安全的一個 自主管理的一個部分 那尤其要注意人車的一個管制 那像說運輸的一個車輛 或者飼料車進出禽場的部分 原來也要做好這樣的一個消毒 尤其他的一個輪子 他因為也接觸到路面 也有可能去壓到這樣的一個情緒分的一個部分 要做徹底的一個消毒 上個月礁溪石潮濕地的鴨科儀排被檢出H7N9亞型禽流感病毒 之後又一家養鴨廠檢出H5亞型禽流感病毒核酸 因此在防疫上也被防疫所列為高風險地區 消毒滴水不漏 那目前我們現在在上個月 12月16號在野外毒的一個檢出之後 在12月28號有確診 我們礁溪某一個養鴨廠有H5病毒核酸 那病毒核酸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天天有派員去做一個指導消毒 還有它的一個總蛋出廠都要進行這樣的一個煙熏作業的一個工作 所長表示目前中南部有問題的勤廠已受管制 勤之不會流入宜蘭等地 宜蘭新聞記者黃楚漢聽不到